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有講到台灣位處第一島鏈的戰略為之 第一島鏈是美國的本土防衛的一個戰略布局 我們自己還欣喜諾狂的說 我們在第一島鏈上 意思就是說你在第一島鏈上被美國用作為 就是抗中的這個急先鋒棋子 在他的舊子眼說這麼講 他也說美國通過的印太安全補充法案 給予台灣的軍事援助 總共才多少到台灣這邊來 他們說80億不是80億啦 你這擴大了這幾億都不到 給烏克蘭610億 給以色列260億 在一個舊子眼說當中 講到人家給你幾億的錢 講到第一島鏈 所以你就很清楚完完全全契合我前面所分析的 美國在最後這段時間發現到 我要玩我要打這個台灣牌 我要打這個賴清德牌 然後賴清德當然 他自己非常高興的 他非常高興的能夠去做美國的代理人嘛 對不對 講出來之後呢 大陸引起大陸這邊就強烈的批判 批判非常的激烈 台獨分裂行径是構成對台海現狀最危險的改變 也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壞 這個就是王毅所說的 那國台發言人陳平華說 是以外謀獨 以武謀獨 直指美國啦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的軍事演習聯合力艦2024A 他也指的就是 除了所謂懲戒 台獨之外呢 也是一個 就是針對外部勢力的警告 我這邊要進一步再分析 三個因素 我們很快的帶過 為什麼賴清德這班 他的這個就職演說會這樣子呈現 從他自己的角度而言 第一點 這個第一點是從他自己的角度 他其實在進行一個政權保衛的權力鬥爭 各位看上一次 投票的這個分布的比例 賴清德40.05 侯友宜33.49 柯文哲26 對不對 他知道這就有一點像是 在2000年 陳水扁面對聯戰跟宋局的選舉一模一樣 只是票的比例的差別 那個時候 呃 陳水扁是39 宋楚瑜是36 聯戰是23 他知道要贏得下一次2028年 要先贏得2026年 喔 那 2028年要贏的時候呢 他一定要破五成 破五成 因為他一定要去假設 這個未來2028年可能是藍白河 那藍白河的情況之下 他就要去把藍跟白裡面的一些支持者 給擠壓出來 給挖出來 給 就是說用什麼樣的方式 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讓這些人 尤其是年輕人 在下一次28年 從26到28 投票會投給民進黨賴清德 那就是台灣對抗中國 那就是整個把所謂的主權的議題 台灣民主主義的議題 在對賴清德而言 他是一個true believer 這是這個蔡振元委員不斷提醒我們的 我也贊成 他是真的很堅定很堅持的 這個台獨的理念 你看看他的內閣的成員 全部都是獨派 而且是有部署 有戰略的 文化 教育 安全 軍警 海巡 的主導主事者 全部都是獨派 知名的獨派 所以他接下來 就是要從他的這個 這個就職演說開始 本來以為他就職演說 他大概認為說 可能大概就重複來這個蔡英文講話 中間大概有一些他自己的特色 結果美國最後放了 美國最後放了 為什麼我再證明美國最後放了 你看當賴清德講完之後 美國馬上就是贊成支持 沒有任何的疑慮 或者是保留 沒有喔 你有沒有看到 除了美國之外 其他國家的支持讚賞 沒有喔 日本 新加坡 韓國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通通都沒有講話 他們看到 哇 這個情況有一點緊張了 美國怎麼會放到這種程度 美國不只放 還立即的支持他 AIT的公告 然後呢 國務院 布林肯的講話都是這樣子 這都安排好的 所以 賴清德知道 他要用這樣子的一個台灣民族主義的形塑 來去這個為台獨理念 去建構真正的血漏的架構 同時也是未來在2628來去做 就是說 決戰的主議題 甚至唯一的議題 而在台灣的媒體的這個操作 在他政府的這個影響 去洗敵人心改造社會的情況之下 他覺得28年 只有 台獨這張牌 能夠讓他 繼續連任 台灣民族主義 那可是呢 其實 另外一個層面 也就是說 這也是一種代理人戰爭 你看陳文倩說 美國正在烏克蘭發動代理人戰爭 美國這一次在台海也很清楚這一次 我剛才從去年一直到現在為止的這整個分析 美國對於賴清德的態度 的轉變 到最後他這個就職演說的出來 你在就職演說當中 賴清德如何去跟美國交心表態 他當然目的是為了 2628的這種權力鬥爭 改造台灣 也是為了建構台灣民族主義 但其實當然對美國而言 這就是一個代理人模式的啟動 我在之前做的 視頻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其實對賴清德 還有一點疑慮的時候 所以我說美國願意捲入嗎 但賴清德自己願意做這個代理人 因為他知道 他事實上 講的所有民主 所有的這些跟美國的關係的時候 很清楚就是選邊 而且自己很驕傲的說 我們站在第一島鏈 好 因此這樣子一個代理人戰爭的模式的啟動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現在已經 跟賴清德有這樣子的一個共識 那這個當然 是不是立即會陷入到戰爭 我不知道 我也不敢講 可是呢 各位你看 整個一帶一路 跟美國的印太戰略 而且雖然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在中美的競爭跟對抗呢 在印太區域 亞洲區域 不就是兩大的這個框架嗎 對不對 而現在你又看到 你要不要忘記我剛剛前面所提的 中俄的聯合進來了 中俄之間的聯合進來 而且是全面性 全面性 不是單純只是雙邊關係 包含區域 包含國際 所以呢 這個是美國看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之後呢 他覺得 你必須要用什麼方式 來去讓中國的和平發展 能夠停滯下來 林毅夫就說了 台灣不要成為 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發展的馬前竹 中國大陸的發展 當然這就是你從大國的這個 這個 所謂權力移轉的這個角度來看 權力移轉 最近 美中之間還在日內瓦開一個 AI 發展的這個會議 大陸這邊的態度就是說 對於AI 人工智慧 人工智能的發展 要有規範 要有規範 但不要什麼太 多的限制 那會限制到創新 市場的運用 美國就不斷的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說 要管制要管控 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 美國對於中國的這個發展跟挑戰 已經這個盲備在此 而現在需要一個新的代理人 那從日本到菲律賓到澳洲 其實威懾力量能夠建立嗎 這些國家也真的願意去跟中國對抗交戰嗎 這個當然答案都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呢 最後我們就看到賴清德的這一番 這個談話就出來 這個談話 這就是展開了所謂的以美去中 然後呢 建立台獨的這個賴清德路線 所以賴清德路線 現在就是整個台獨路線 當然你會說 都是這個一樣的說法 可是呢 這就是他說的 台獨三合一 因此我這邊在 今天我們終於看到了 解放軍人的反應 我再一次強調 這個反應還是不要去小看他 那還是必須要深刻的了解 兩岸的這個情況 陷入了一個真的越來越緊張的情勢 而台灣的內部在賴清德執政之下 而且他們真是很霸道的執政 你看國會改革法案 根本不願意接受 甚至要求他去做立法院做報告 現在的說法是 如果核縣他才來 也就是說他會用法律的方式 法律解釋的方式 來去拒絕接受國會改革法案 而這些法案都是當初他們自己提案的 所以在他的這個執政之下 去洗滴人心 重建社會 台灣 當然目標是要二六二三 二八年他的這個 就是選舉 權力的這個鞏固 但是呢 也使得台灣成為美國的代理人 而成為在第一島鏈上 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那今天就是分析到這邊 我們這邊公告一下 在五月二十五號 禮拜六的上午十點鐘 廣角智庫也辦了一個論壇會議 那就是賴清的就職與兩岸關係 在我們的網站上都有公告 那大家都可以點進去 就是說看直播 或者是再來看 請到的是趙春山教授 趙老師最近也做了一些很深刻的這個發言跟批判 然後還有黃介正教授 黃介正教授自己是戰略專家 目前也是國民黨的國際事務部主任 以及李永平副市長 我的好朋友我的同學就李永平 他也在我們廣角頻道也開了一些節目 所以我們請他們三位 來就是討論賴清的就職與兩岸關係 你看每天一變的情況之下 今天到明天 就是這個軍事演習 25號回來 我們再透過那個論壇會議 為各位做進一步的分析 那我們希望兩岸和平 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人 那在這樣一個這個概念之下 我覺得兩 成為兩岸都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人 對於兩岸的穩定要隨時關心 謝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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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ve andZY 好 嗨 對